所以在做的時候 就是linear把它分類 所以這邊的linear跟上面的linear 又要用另外一種方式詮釋 linear 那就是linear一條線 分左邊跟右邊 linear 另外一邊 就linear 怎麼做詮釋 因為其實已經出現過了 我只是要說 我們在分類的時候是用一個linear系統 linear系統就是我一個wx加b 記得w是一個向量 可以嗎 在人點 人點這個w是什麼 我在辨識你可以發覺x x input w就是我存在資料庫的人臉 然後做相成就是doctor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跟他做correlation 對不對 那無論如何 它就是線性的判斷正或符合 就一個linear classification 然後我算完一個結果對不對 我基本上會做一個soft mix 就是稱謂會soft mix 就是我要把輸出變成0到1之間 這有講過嗎 soft mix 有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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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就開始 人點辨識要怎麼做 所以 我會把前面的分類 把它丟到soft mix 然後就把它丟進去 然後就會輸出 那就是每個人他屬於哪個的機率 可以嗎 屬於哪個機率 就丟進去 這soft mix 所以 我們在做的時候 在人點 它就會把它變soft mix 可以嗎 好 有了嗎 看一下 我 X是特徵進來 那 做我要做分類 所以上面就是 這soft mix 上面就是我們的一下 那 exponential soft mix 不要看log或sigma 就是soft mix 這樣 了了嗎 王一文這樣可以嗎 因為我們後面說他也是念植控 他也忘記了 那個 你掛我這樣可以嗎 就是我們原來的分類問題是 w然後乘x加b 然後經過soft mix 就是變成exponential 所以會後面那個 那soft mix就變成一個機率 對不對 然後這就是exponential 然後summation 對不對 好 好 來王一文為什麼要取個vlog 我前面講的information對不對 就是entropy 或什麼 就information 就是你發覺在深度學習都是用vlog 可以嗎 幾乎都用vlog ok嗎 然後 我們就希望 就是w找出來把它拉大 對不對 就這樣 把它拉大 拉大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comrush 他用lanet 是什麼東西 進去做 這是用lanet 下去做 lanet 就是非常簡單的網路 lanet下去做 做下去的結果 就是這樣 看懂嗎 就是十個數字 四個數字 然後因為我們就是類似 它就是把它拉開 就像pca 就是拉開四個數字 可以嗎 這樣 ok嗎 李冠偉 ok嗎 陸老師這樣ok嗎 好 那這個 你會發覺它的問題在哪邊 理想上 就是training 你看看 就是每一個 你可以發覺它花瓣每一個都很清楚 對不對 哪邊有問題 花瓣內部沒有辦法分出來 對不對 花瓣內部沒有辦法分出來 對不對 花瓣內部沒有辦法分出來 對不對 對不對 我要講好幾個人臉 快講完了 要怎麼解決 不知道 你有沒有發覺那個花瓣太長了 花瓣太長了 花瓣太長就代表是說 它離中心思想太遠了 就是中心 所以基本上要把 centralose放進去 可以嗎 因為每個人臉 它有中心臉 所以要把中心臉放進去 就是我要把中心臉的lose 就除了softmax 我要分類 我還要把中心的lose放進去 有了嗎 好 離中心越近越好 那在做的時候 所以關關難過關關做 中心放進去的時候 什麼叫中心 因為我在訓練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中心在哪邊 因為我的那個feature是用CN在做 然後我信任在update對不對 所以我中心在哪邊 好 那我要知道中心 反正就用猜的 可以嗎 我可能用simple幾個去猜 就mini-batch我去猜中心 可以嗎 就去猜中心然後去update 就類似k-min 我先猜中心然後用k-min的方式去update 但是記得我們就有兩項 這是在做分類的 那這邊做中心的 可以嗎 這樣一邊paper做中心的 那所以 這邊就是我們在計算 就是 有兩項 這是softmax的lose function 這是重心的 然後算gradient 那這是update它的weight 這是update它的重心 然後一直下去 方法 好 這是update它的重心 那做完的結果就這樣 那重心的群眾越大 它就會越集中 有了嗎 好 這是 Defense 解決掉了 這樣可以嗎 很清楚 下一步怎麼做 李冠偉還有什麼好做的 接下來 那進來的重心 那我那麼長條對不對 我為什麼不就要求全部的 長度 尾1就好了 就是那個向量長度尾1就好了 對不對 我要求向量的長度尾1 好 所以我們來看 剛才架構就是 我復活connage 但是我在artima的時候 會重心加進去 就是重心加進去 所以下去做 架構好這個 這邊講的就是我去訓練 這其實效果就不錯了 好 那我在 這是那篇paper在做的時候 所以它在訓練的時候 就在比各種不同 因為這邊是argue 譬如它要提出一個central loss 加進去 那soft loss 這個應該講過了 對不對 如同學點頭了 這個m幹嘛 constructive learning 就是說我在分辨的時候 我在分辨的時候 如果我 已經對那個物件有非常高的間別力 我就不用care它了 我是對那個比較沒辦法鑑別的 就是那個margin 如果我m4設10 就是分數如果小於10的那些 我要比較care 對不對 大於10我就不care這樣 所以它constructive learning 放進去 那1-y就是你要balance在那一塊 放進去 所以 它為了強調central loss比較好 就是ABC 答案一定是C比較好 它做實驗 ABC所以 constructive效果也不錯 它是覺得 C比較好 我的答案呢 那B也不錯 C也不錯 我為什麼不能同時用呢 對不對 我為什麼不把B跟C合在一起 可能會更高 應該是也會更高 對不對 不過它是 老王賣瓜 贖罵之誇 因為它提出central loss 所以效果 它就只看那個 李冠偉這樣可以嗎 這樣 好 這邊就是資料庫 你可以發覺人臉辨識都撤到99 大概 就有一個大陸人 就一批大陸人就 玩好幾篇 它就跟M 那個M M&巧克那個M 一來一去 對一來一去 我都覺得說 它為什麼不只發一篇就好 然後那個發了好幾篇 現在19分 快講完了 我要撐到4點 不會啦 我有蠻多同一篇 來 這樣 OK嗎 這邊到底 因為你們做到 這邊OK嗎 陸同學OK嗎 因為我其實也可以人臉換成其他的 一樣啦 一樣 一樣 好 好 它講的就是 Sentralose加協會比較好 可以嗎 好